大家好我是绿客 感谢你点开这一期的视频 那这一期的视频我们不说鞋了 我们来聊一聊衣服 前一阵在北京的三里屯 加拿大鹅开了一家快闪电 然后新闻说需要排队半个小时才能够进店 然后有很多衣服开店就卖光了 其实我当时就很好奇 加拿大鹅这个衣服不是已经卖了好多好多年了 为什么最近突然又活起来了 那这一期的视频呢正好我也有一家鹅 那我就来谈一谈我为什么买鹅 以及我穿这个加拿大鹅的一些感受吧 这件就是我的这只鹅了 这件衣服呢是我在2014年2月份的时候买的 也就是说这个衣服其实我已经穿了5年了 那当时我买这件衣服的价格是670欧 和人民币是5600块钱 在当时的汇率啊 那会我在法国上学 然后我留学的那个地儿叫做布雷斯特 大家其实可以查一下 那个地儿在现在的时间段 是又刮风又下雨 而且还非常的冷 那这个加拿大鹅第一个优点就是它是防水 也就是说你在下雪天或者下雨天 你穿这件衣服外出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说到防风呢可能这样看大家没什么感觉啊 我现在把这个衣服拉上拉锁 大家再看一下 对可能我不知道你现在能不能听到我的声音 这就是这件衣服的完全体 在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真的任何风都不会刮到你的 现在来看一下侧面 如果在街上遇到有一个人这么穿衣服的话 我相信你一定会躲着他走的 现在就看出来这件衣服能有多防风了 然后另一个优点呢是在于这里 也就是说它会把兜设计在胸前 因为大家都知道穿这种衣服最担心的就是显胖 因为它本身已经很臃肿了 所以如果你把兜设计在两侧的话 你平时走路的时候会显得整个人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横面 看起来就很丑了 所以我很喜欢它把兜设计在这儿 一个点呢是说你这样穿的时候 真的会缩小你整个人的面积 另外一个把手搁在这儿也非常舒服 另外呢我想说一下这个衣服的毛是所谓的蛟狼毛 也就是用真的狼的毛来做的 在你穿的时候包括洗的过程当中 你会发现这个毛一个是很舒服 然后另外一个它真的不沾水 基本上一甩然后上面的水就没了 再加上这个毛的设计呢 刚才大家已经看了 我那个穿法真的是非常的防风了 因为我看过网上的视频 所以我觉得加大额最好还是换成其他材质吧 因为就是用这个狼的毛实在是太残忍了 那么说完了以上几个优点 我再来说一下这个衣服的缺点吧 首先第一点就是贵 一件衣服卖到5000多6000多甚至7000多的价格 作为我来说我还是有一点无法接受 另外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缺点 我不知道别人的衣服有没有这个情况 可能我这件衣服再穿了五年之后 我现在把外套脱下来大家可以看一下 可以看我现在已经把这个衣服脱下来了 然后很明显的可以看到这儿已经有两个羽毛了 也就是说这件衣服你穿时间长的话 它还是会滋毛的 很难想象一件5000多6000多的衣服 它还会滋毛 但是我不知道这个最新款的是不是还是这样 或者说别人的衣服有没有这种情况 那这个衣服还有一个缺点呢 它本身已经有一个很大的帽子 那你穿的时候呢也就不能配帽衫穿了 如果你配帽衫的话 显得整个人脑袋后面是会堆一大块的 看起来也非常不好看 综上所述呢 我建议大家还是慎重考虑购买的吧 一个是有以上的一些原因 另外一个还有一个比较尴尬的点是在于说 当你真正买了额之后 你会发现你未来三四年四五年五六年 你都不会再买外套了 因为当你真的花6000多7000多买了一件外套之后 我相信你不会把它放在家里不穿的 你一定会每天都穿它 但是你如果每天都穿它的话 也会导致很大的磨损 然后再加上我说的这件衣服 对于我来说我没法配着帽衫穿 所以也就是说当我穿这件衣服的时候 我还要考虑怎么去搭配它 总之来说我觉得非常麻烦 而且在北京的气温 常规温度下是没有必要穿鹅的 所以平时我就穿这个北脸的羽绒服就可以了 好那么以上就是这期视频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欢迎点赞评论转发 如果你有一些好看好穿的冬季外套推荐的话 也欢迎在评论下面留言 感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